LAYO 聊世紀天天都不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法蘭克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套比賽也是軍閥2的比賽 先來介紹一下藍幫選擇的文明是法蘭克人 法蘭克人最大的特色是他有免費的農田科技 而且吃果子的時候是遊戲裡面速度最快的文明 他的起兵有20%血量加強 但是沒有品種 所以法蘭克人在封建時代的肉碼 血量上可能會輸給其他有點品種的肉碼文明 法蘭克人後期的遊俠可以到192滴血量 所以也是俗稱的192遊俠 後期的法蘭克人火槍火炮也是都有的 所以本身後期科技線也是挺完整的 打法還是主要打槍兵配上遊俠的策略是比較常見的 後期需要工兵單位之後可以轉奴炮投石側或是火槍也可以做個應對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現在的特色是農田的效率改成了15% 那一開始斯拉夫人就是15% 他現在改回成原版的斯拉夫人能力了 那斯拉夫人的後期主要是打這個金冠技術 做個王家四叢 王家四叢可以讓步兵獲得擴散傷害的效果 這個是連槍兵都可以獲得的 非常厲害 那斯拉夫人他本身的步兵線是滿的 連這個軟甲技術都有 那他的工程器也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大部分的斯拉夫後期 比較常看到是打貴族鐵型 加上槍兵啊劍兵偶士 還有這個重型投石機 還有這個衝車還有巨頭是比較常見的 那奴炮的部分依舊是會被火炮給克制住 然後投石車的話還是比較常見一點 那接下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比較有特色的地方 是這個實質路的地方是不能蓋建築物的 所以他們在前期的時候要圍死 就只能圍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只有滑鼠看到的地方 他們只能圍這裡 那這個地方都是無法圍死的情況 通常如果你真的要圍一個大放圍面積 一定要這樣子圍喔 這樣圍圍圍 然後中間還是有一個層 一個一條路可以通過 所以通常這個地方可以通過的時候 都會把這邊插一根堡 去做個防守 好 那我們先看到斯拉夫人 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 法蘭克這邊打一個16P喔 16村就點下封建時代的升級了 超級快速的 那斯拉夫人這邊18P喔 非常的早 兩邊都是一個早期上封建時代的 那這個是賽事比賽的關係喔 所以這個村民術來說 初期也是比較多一點喔 配置也會不太一樣喔 好 那法蘭克這邊 果然是打個弱馬開 但斯拉夫也是要轉弱馬 好 這邊槍柄趕快按 好 這邊木槍打個幾下沒有繼續打 槍柄開始往對方家裡走 好 看能不能戳到一下 有 戳到一槍就很賺 那斯拉夫人呢 他算是一個 半馬國的感覺喔 那怎麼會這樣說呢 是因為他雖然有三級馬卡也有品種 但是他是沒有遊俠升級的 所以到了後期喔 真的要打騎兵 大多數還是會出這個貴族鐵器喔 這個他的寶兵單位 作為一個騎兵的主力喔 所以斯拉夫人要量產大量的貴族鐵器喔 也意味著需要大量城堡 然後可以藉由自己的銀罐技術喔 這個螺絲堡壘 用一些木材喔 取代石頭的城堡成本 所以斯拉夫人後期呢 真的要打貴族鐵器的話 還是要先點下這個銀罐喔 量產城堡 才比較好量產這個寶兵單位喔 進行 壓制對手 對上馬國隊打時候 貴族鐵器喔 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的單位喔 甚至連槍兵喔 都可以稍微反制回去喔 以斯拉夫這個文明來說 他只要單純出槍兵呢 也可以完全克制法蘭克人 但是法蘭克人有火槍喔 所以如果單純出槍兵的話 可能還是會有點被壓制住的感覺 如果對方火槍轉很快的話 好這邊肉馬修得還不錯喔 又這邊直接修掉了一隻肉馬 血量都蠻殘的 所以還是搭配一些喔 這個貴族鐵器喔 進行壓制會更好一點 好這邊兩隻肉馬被換掉 那斯拉夫這邊稍微被騷擾到囉 又這邊肉馬控的非常好啊 哇這個肉馬八隻 應該血量已經低於50%了 但是還是有八隻肉馬 這代表他的細節操作還是不錯的 好肉馬繼續繞 那支援隊還是快要升到城堡時代了 那目前又這邊有一個 早期壓制到金礦處的關係喔 所以斯拉夫人這邊生時代稍微慢了一點點 好 那又這邊也是把自己的村民喔 大爆吃這個果子 然後灑了一堆農田喔 黃金也是挖 這邊佩金配到11個人左右喔 這個佩金配的蠻OK的 待會直接爆騎士 可以爆很大量 但這邊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喔 他是直接轉出了更多肉馬 欸剛剛是不是肉馬有送掉一些啊 看起來是數量下降一些 好像有送掉了喔 好 好補下一個修造院 然後把殘血的放家裡 待會可以補下血量 好換掉一隻肉馬 好那這邊可以先把清奇兵升上去喔 OK兩邊都是先升清奇兵 法蘭克的清奇兵升上去之後 血量呢是低於有品種的 他的肉馬呢是比較弱一點的 雖然法蘭克有這個192遊俠 但是肉馬是偏弱的 就有72滴血 而且也不能升級大肉馬 那斯拉夫這個文明喔 就很實用了 他這個肉馬呢是可以升級上去的 所以達到後期的斯拉夫人 大洛馬的情況下 是會優於法蘭克人 而且這個農田效率呢 到了後期也是比法蘭克的農田 運作效率還要快啊 所以斯拉夫人的一個空窗期 就是只有這個前期的部分 大家要撐過城堡時代之後 帝王後期喔 就是斯拉夫的主場 那法蘭克最強的192遊俠也是在帝後 那可能在帝出啊帝中的時候 可能會更強勢一點 所以鳩人這邊喔 盡可能在前期不要太過開戰會比較好 但對他來說優勢並沒有那麼巨大 兩邊都是走一個步兵加槍兵的路線喔 步騎作戰喔 聽到常講的一個東西 有遊俠國的時候 打這個步騎作戰是最適合的 因為步騎作戰 不只是可以壓制工兵喔 連對方駱駝都可以壓制喔 變得槍兵夠多 對方駱駝也會怕 單純打這個騎士國也是喔 一半騎兵一半槍兵 這個壓制馬國的效果還是不錯的 好這邊兩邊都在稍微給對方小小的壓力 但jordan這邊壓力更大一點喔 好果然都被抓掉了一村 jordan已經死了兩村喔 村民差距來到49對是17村 差距兩村左右 那目前法蘭克人也是3TC看喔 斯拉夫也是喔 這邊黃金是開在主金的位置喔 第二個TC跟第三個城鎮中心喔 那這邊有挖石頭 這邊細節喔 出來的都是先挖石頭 先趕快挖出一棟城堡 可能是要來轉這個貴族鐵騎喔 那挖出一棟城堡之後呢 這個石頭就不要太多人去挖 大概三個人或五個人 再繼續挖石頭就可以了 因為你太多人去挖石頭 一定會出到自己的經濟喔 這個算是打寶兵的一個小小細節喔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打寶兵的話 石頭就是趕快挖出一棟喔 然後之後石頭不要再挖太多了 你們目前看了一些RP喔 發現1200分左右的玩家 這個石頭有這個 容易挖過頭的問題喔 除非他是要打連環寶推喔 那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但是如果你只是單純 要把城堡放在家裡出寶兵的情況下 就繼續挖一大堆石頭 結果也用不到 那就很尷尬了 所以趕快把這個挖石頭的人 挖完這個移動城堡之後呢 趕快去挖其他資源喔 會更好一些喔 這邊槍兵上前戳 老頭沒有第一時間控制 那目前石阿夫人的老頭呢 是移動速度最快的老頭喔 這邊兩刀一隻 沒有點下神聖思想的關係喔 老頭遇到肉麻是毫無招架之力的 OK 這邊稍微補一下血 後面肉麻過來打掉了一隻老頭 看來Jordan這邊也是可能奴隸喔 收掉了幼的一些生侶喔 這個生侶數量被砍掉滿多隻喔 這個聖物一直沒有機會拿到 但是聖物來說還是Jordan拿到兩個的優勢 那Jordan這邊也是兩個 那第三個這個聖物就是 百江真名之處啦 看起來是Jordan會更有優勢一點 那如果又真的是想要拿到這個聖物的話 可能勢必要產出更多的老頭 那以這個投資來說 感覺不是那麼的划算 不然就是要把Jordan的兵喔 全部打在家裡 給他更多的這個強軍事喔 壓力更大一點 這可能找到 唉唷 操一下就可以找到了 好 就像這樣子喔 這個騎士一直往裡面送 讓Jordan沒有出門機會喔 這個聖物才有機會撿得到 這邊老頭在後面先補一下血 左右開弓 然後帶回去撿聖物 這個想法不錯 好像OK喔 騎士往右邊走 就是有這個想法 OK 城堡補在了石子路的旁邊喔 稍微可以守住這個 不能蓋房子的位置 好 讓這號碼在後方 但是這次有神聖思想 需要砍到三刀喔 老頭才會被打死 後面老頭想要刀槍但沒有機會 但重裝長槍並已經生起好的關係 所以騎士的部分 是沒有辦法打到這邊蓋城堡的村民 OK 這邊補下了二級農田 但是法蘭克人喔 已經要來生帝王時代了 但是聖物樹已經被打了出來喔 因為4TC開農 經濟會更好 但確定就是喔 會比這個3TC開農 上城堡上帝王時代的速度 會稍微拖到一些些喔 那通常是被拖個2分半喔 至3分鐘左右 好 二右這邊好像是忘記補下了 大學或是工程器製造所 所以三級現在是目前 沒有辦法up上去的 OK 大學剛剛補下 好 右邊騎士 左邊右騎士 兩邊都是左右開攻 好 這邊轉出了貴族鐵騎 貴族鐵騎的天生防禮 是近戰4點 非常坦 好 他們再繼續往前 感覺可以再戳掉一些騎士的數量 OK 這邊招翔掉了一隻長槍兵 貴族鐵騎上來幫忙輸出 但是前方的槍兵已經送光了 這一波輸出感覺不太好 右邊的4隻騎士 拉了一隻老頭 招翔掉了一隻 好 果然用強金術壓制對手 又這邊終於偷到最後一個聖物了 那目前法蘭克是3聖物 斯亞夫是2聖物 好 那遇到對方是192遊俠的關係 看來Jordan這邊 還是有打算要打羅斯堡壘 這個城堡多差一點 就會產出更多的貴族鐵騎 又反之法蘭克的192遊俠 會更輕鬆一點 因為現在改版來說 騎士是比較貴的 貴族鐵騎 中午比較不會那麼貴了 以前都會戲稱他 貴鐵真的貴啊 但他現在變成70塊了 比騎士還要便宜 所以現在沒到那麼貴了 我現在以前好像是85塊還是80塊的樣子 下修蠻多黃金的 所以斯拉夫人搭配羅斯堡壘 可以量傳這個貴族鐵騎 是一個他蠻後期的騎兵策略打法 然後再配上金冠技術 這個槍兵 哇 這個壓制是非常難打的 步兵有破産傷害 貴族鐵騎坦得要命 老頭的移動速度又快 後期還有這個奴炮工程器 還有這個巨頭 都是比較難受的 但是他的劇情投石機 是沒有這個工程器的單位減免的 他只有工程器製造所裡的工程器 有這個減免 所以遇到法蘭克人 這邊也可以打這個衝車了 配上投石車的路線 那如果法蘭克有轉火炮出來的話 還是純巨頭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右邊補下了一個軍營 那右這邊是把上方的位置 全部補好房子 打的算是比較偏保守一點 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這邊看起來右這邊是沒有打算要正面進攻的 這邊是還在生科技的當中 右下方這邊直接蓋兩個大石牆 這個城門把騎士的去路給堵住了 主兵補了一根城堡 結果右的村民只一頭撞上了這根堡 這根堡賺到了一村 還好右這邊村民損傷並不太多 好 史拉夫人這邊村民數來到了124吋 右這邊是120吋 兩邊村民差距是差不多的 兩邊也是第一時間補下槍兵的升級 之後才轉出騎士的升級 那法蘭克這裡也沒有第一時間有升級重裝騎士 這點蠻神奇的 有可能是在想要把我轉化學 轉這個火槍出來 所以要先把黃金喔 投資在火槍上 而不是投資在這個遊俠的升級上 那高手們之間的這個對決喔 都不太一樣 就是一般人都會想說 哇 法蘭克人 上帝龍的時代就燒先生騎士阿 不然要幹嘛對不對 大馬爆 但是右這邊喔 他的想法是不錯的 先升槍兵 升上去應付這些 敵方的貴族鐵齊 是比較有用的 當然火槍沒有第一時間按出來 化學已經點好了 巨型頭11 四台正面 壓制住了斯拉夫的一根寶 四根寶直接被放棄掉 好 貴族鐵齊升完之後 近戰防禦變成八點了 攻擊變14攻 14加8的傷害喔 跟遊俠基本上是一樣的 這邊槍兵護戳 後面這些貴族鐵齊 依舊還是蠻麻煩的 好 馬上就點下了 精灌技術 王家四重 要回斯拉夫人的槍兵護戳 還有這個額外傷害的效果 所以反而看來這邊只單靠槍兵的話 是完全打不進斯拉夫人的 勢必要轉一些其他的東西了 那目前看起來轉什麼都不太好打 其實轉出直斧兵來打 打這個貴族鐵齊也很癢 那我們之前有看到 VIPER直斧兵內部影片中 VIPER使用直斧兵傷害是非常低的 而且攻速真的很慢喔 移動速度也慢 遇到斯拉夫人轉這個貴族鐵齊的話 他還是會打的比較被動一點 對 反而克這邊最好還是 轉出遊俠配槍兵火槍路線喔 會更適合 可以的話再轉一些火炮 進行反制喔 這邊槍兵大量直接往前 殺了過去 戳掉了非常多隻的槍兵 右邊貴族鐵齊殺到後方 但是還是被右的槍兵給擋了下來 這一波貴族鐵齊並沒有搞到太多事 這邊槍兵一頭撞到了城堡 城堡直接殺了83位了 OK 好 右這邊果然補下遊俠升級喔 馬國終究還是要回到遊俠身上的 OK 二級馬卡也補下 好 那應該是有意識到 對方槍兵已經升上去了 這邊先轉一些遊俠出來先 好 Jordan現在利用自己城堡造造很便宜的優勢喔 到處插城堡想要來控圖喔 好 Jordan這邊還有30秒槍兵升級就要完整了 這根堡想要直接用槍兵戳掉嗎 要不要拉個巨頭來解一下 OK 巨頭出來 槍兵也是過來 來防守一下這根寶貝手撕的可能性 好 拉到城堡的射程範圍外 炸了起來巨型頭襲 後方的怪獸鐵齊數量來到了15隻 好 法安克終於也補下了三級的馬卡 準備192遊俠要來大放光彩了嗎 先看起來右的192遊俠先不要太過於放在前面應戰 前面的應戰部分只靠火槍跟槍兵 基本上就可以擋住斯拉夫這個配兵 讓他的遊俠盡可能到Juden家裡面到處亂竄會更適合一點 好 右邊這根寶Juden直接插在人家臉上 這根寶一點也太過分了 好 上方這台巨型頭襲機可能會被貴族鐵齊給收掉 但是這邊沒有碰好 貴族鐵齊並沒有在打巨型頭襲機 好 左邊這台巨頭應該是要讓 右這邊放棄這一根城堡了 好 遊俠果然全個必戰打法 現在先把遊俠往裡面衝 門要敲掉嗎 好 不敲 繼續往裡面衝 撞到了貴族鐵齊本隊 那以數字來看 貴族鐵齊是150滴血 但是近戰防禦11 遊俠是近戰防禦5 防禦差了6點 基本上是比遊俠多了一倍 又多了一點防禦 但血量上來說是比遊俠少了大概42滴血 所以貴族鐵齊跟遊俠之間的對決 到底誰輸誰贏 其實很難定論 當然以單挑情況下來說 應該是貴族鐵齊會贏 畢竟傷害 差了這個一倍 打出去的傷害是差了一倍的 防禦11 遊俠是14加18滴 所以打一下只有7滴血 但貴族鐵齊打遊俠 卻有這個9滴血 滴 覺得好像算錯了 5滴 減8 喔13滴啦 想說奇怪怎麼算起來怪怪的 7滴跟13滴的差距喔 將近差了快一倍 OK 上方這兩根堡應該是可以收的掉 家裡的巨星超司機也在拆除當中 好 右邊補了一些馬舟 但jordan這邊也是很聰明的 趕快按了一些成本 想把這裡圍死了 這邊出馬 就沒有機會可以出來 即使你按了馬 你還要花時間去敲這些成本 把你的兵友鎖死在裡面 讓你卡人口 或是讓你的人口全部堆積在這裡 那這樣子對於jordan就更有利了 所以右現在看到對方在幹的時候 可能也不會按太多優俠 可能按個一兩隻出來 稍微砍砍看喔 如果能砍掉的話就很賺了 OK 上方兩個斯拉夫的城堡已經被解掉了 又這邊還是要繼續應付 然後jordan這邊多現騷擾 OK 遊俠出來對打一下 貴族鐵其實血量掉得很慢 但這邊是二打一 所以血量很快就沒了 好 這裡終於把城門蓋好 看起來遊俠暫時是出不來 好 這邊牆壁往前戳 戳掉了一些貴族鐵旗 貴鐵 也別射掉 好 肉馬在往旁邊收一些村民 這一波騷擾 結果是 殺夫這邊更有優勢一點 OK 這邊貴鐵往後收掉巨頭 沒問題 這邊出現了防守漏洞喔 槍兵直接往到了後方 而不是守住巨型頭司機的位置 被吸引走了 右邊的遊俠沒有繼續出 看來又沒有掉入陷阱 但是jordan這邊的多現騷擾有點麻煩 那右這邊村民喔 開始往下掉了一些 右這邊還有兩千多塊黃金喔 那有可能右現在在想說 要不要轉兵喔 還是要繼續出遊俠 但槍兵是一定要出的喔 要不要繼續踩遊俠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槍兵是肯定出的 但遊俠不出的話又很虧 覺得還是要出啊 遊俠這東西不出太可惜了 好 又這邊轉出了植斧兵喔 轉植斧兵打貴族鐵騎 這個 會怪的 因為植斧兵的傷害技術喔 他是近戰傷害的 攻擊喔 那貴族鐵騎是 11點的近戰反物力喔 那植斧兵呢 打一下的話是 7加4喔 也是11點 這意味著什麼呢 植斧兵打貴族鐵騎喔 只有一滴血 但是貴族鐵騎 打植斧兵喔 卻是14加4喔 他今天房子有3 這個 意味著打下有15滴血 可能只要4刀 就可以收掉一隻植斧兵 所以 以後這邊轉植斧兵 個人認為 不是一個很優勢的事情 轉火槍會更好一點 好 這邊少量的槍兵 還會獲得擴散傷害效果 這邊槍兵大量殘血了 少量槍兵 還可以獲得這麼大的傷害 史阿富的步兵是真的噁心啊 好 這邊打一個貴族鐵騎配槍兵的策略 效果非常好 這邊壓制住了法蘭克192遊俠 讓對方也不太敢出火槍 但我覺得右這邊 還是要出點火槍 才能打得贏這個配兵 好 正面這裡遇到對方了 兩邊都沒有人插箭塔 這邊插個箭塔 可以稍微控一下對方的墓區 那這邊 Jordan只蓋了一個瞭望塔 可能是想要存一些石頭 直接蓋一個城堡 在這個野區的部分 好 點下了銀罐 直伏兵升上去 增加一點射程變3加1 射程4的直伏兵 左邊的部分大量貴族鐵騎 直接正面硬吃尤俠的 法蘭克的槍兵 不是吃尤俠 尤俠的部分沒有繼續出 好 左邊這一波聚集一下 這邊直伏兵要 利用自己的射程優勢 偷點下巨頭嗎 好但左邊這裡也是4台巨頭 在開始攻擊 所以法蘭克正面的城堡了 好又這邊反擊回去 沙夫人這邊 城堡血量掉的有點快 但自己的城堡先是被打掉了 3巨頭 攻擊還是蠻猛的 好結果左邊的 城堡已經被4台巨型頭司機 順利拿了下來 法蘭克人這邊有點節節敗退 但是左邊的直伏兵 幹到了非常大的事情 左邊應該是右邊 地圖的右邊 好但後面這根殘寶 應該也是問題不大 後面這個巨頭 沒有被收掉就還行 好遊俠就去解掉 但是左邊已經藏 有非常多的貴毒鐵器已經壓了進來 而且還搭配一些步兵單位 這個步兵單位 還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又這邊一時之間 沒有辦法把自己的兵 大量殘起來 人口數只剩下105人 總人口數也不滿120人口 經濟上來說有點慘 OK這邊順利的把三個生物給打噴了出來 這邊這個城堡還在死去苦撐當中 這邊直伏兵跟槍王兵有小 不太敢亂移動 這邊想要攔截貴族鐵器 但是家裡貨房已經全面著火了 開始BBQ 好在這個時間點點一下直伏兵的升級 精銳直伏兵 精銳直伏兵 哇 Jordan這邊打得好穩 但法輪克依舊沒有轉火槍 好 貨幟鐵器收掉正面所有的軍隊 開始要來對巨頭造成輸出 巨頭被拆掉了 後方城堡 安心守住 版克正面的全部 城鎮中心 跟出兵點 都已經被壓制住了 這根堡在守不住 就只能打GG了 那斯拉夫人這邊轉出了非常多的肉馬 那到這個地後時期 這個肉馬的優勢就比法蘭克還要巨大 血量95滴血 非常多 比這個清奇兵72滴血 多了非常多的血量 好 這邊直伏兵出來 先打肉馬 但打直伏兵怎麼打都是一滴 又這時候打出了GG 哇 這根堡掉了果然也沒救了 右邊的貴族鐵器也是反殺了回去 這一波Jordan 貴族鐵器的策略 加上槍兵 確實是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反克這邊沒有及時轉出他所需要的兵種 就有點看不太住正面了 就只能一直往後撤退 當然法蘭克這邊槍兵加火槍的策略 是可以擋出這種配兵的組合的 但是沒有攻傳器的話還是很難反擊回去 所以法蘭克這邊要打贏斯拉夫人 最好的配兵就是槍兵加火槍 然後優小也要出 然後後面還要配一些火炮巨頭 進行反攻會更好一點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斯拉夫人拿到了這個 這個所有資源的勝利 基本上是所有 石頭輸400而已 總資源贏了快要2萬 後期的法蘭克人的經濟 是會輸給這些有額外經濟加成為民 光是看這個肉量贏了就快1萬了 非常誇張 KD的部分也是斯拉夫人拿到的優勢 畢竟自己的步兵有這個額外傷害效果 所以打這個步兵抱船 他的KD會更漂亮一些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